道理愈讲愈明白 真相愈滑愈清楚 这里是《愈讲愈有理》 大家好 这里是《愈讲愈有理》 我是石后 今天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 路桥女士 路桥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美国总统大选在这个时刻 其实是告一段落 川普总统卸任之后 我们今天邀请路桥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川普总统在这四年的任期之内 其实做了些什么 他比新一届的总统留下了些什么 在川普总统任期的最后的几个星期 其实看到了对中共的施压是非常非常之频密 又或者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力度 那大家都想知道 新一届的总统 他对中共 对香港 对台湾方面 将会是有什么动作 又或者是他想做什么呢 这些都是我们华人非常之关心的话题 那请路桥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是的 川普的确他最大的政治成就 就是他的反共的政策和他的一些做法 已经是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 可以这么说 他的政策和他的做法是很成功的 差不多一拳就将中共打到闭关锁国这个地步 他用的时间也是非常之短 他其实就是为全世界立了一个标准 就是说如果你反共 你大概是要做到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其实是潜移默化中 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共识 这些人包括了美国的政府里面的一些人 甚至是拜登现在的团队里面的一些人 在川普还没做这件事之前 美国人当然还是很模糊 自己的头脑都不是很清晰 知道中共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框架 比如说在外交、在贸易、在人权、在经济、在国防、在内部的国土安全方面 完全都迷迷糊糊的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 但是因为川普在这几方面 他慢慢的布局和他做的实际事情和得到的成效 终于令到很多美国人醒了 在全球范围之内也有同样的情况 当然这个我们不能说完全是川普的功劳 不完全是川普的功劳? 那谁还有份分享这个功劳? 其实最大的功劳可能是习近平 他自己做的事和那帮战狼跟着一起做的事 令到很多国家知道不是老了 这样跟着下去一定是很大件事 一定不能被中共继续这样威胁 另外也是天灾人祸 什么都好 这个COVID-19 这个武汉肺炎 也都令到很多人醒了 所以现在来说 就是川普过去那几年的世界 和第一任2016年的世界 和现在的世界 对中共的态度 已经是非常不一样的了 那我们觉得就是 作为好像刚才的石头说 作为华人来说 我们很关心一些中共的势力 它怎样去渗透到 比如说美国 我们住的地方 加拿大、美国 或者就是渗透了 我们很多亲朋戚友的香港 或者就是台湾 甚至中国大陆本身 那中国大陆本身就不算渗透了 就是中共怎样去演变 怎样去在这些历史的时刻 它是怎样变化 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透号大使来的 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都有责任去维系好 这一份这样的 川普的最大的政治成就 我们好好地去保护 那每个人都有责任 就不能够再依赖这些权贵、精英 你不能够再依赖国务卿 或者是再依赖国家安全顾问 或者是大机构 或者是哈佛大学的中国通 我现在这次的美国选举 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他们所持的观点和他们的做法 往往和平民百姓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 无论你在哪里 只要你关心中共对这个世界的威胁 或者对华人世界的威胁 只要你关心这一点 都要尽一些责任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责任 就是你自己保持清醒 你得到真相 你得到什么是真实的信息 和你是知道 清清楚楚能够分辨 哪些是善 哪些是恶 哪些是是 哪些是非 这个本身就已经是 对这个世界很大的贡献 只要大家自己清醒 就已经是很大的贡献 我们看我们周围 很多人是不清醒的 他们还说一些很奇怪的说话 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们变得清醒一些 这个世界可能 每件事情都容易很多 那老乔怎么看 拜登上场 他的内阁成员 对中共的态度 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对于拜登上场 他们的任命 现在很多人士任命 我们不能够 他说什么 我们相信什么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真的 整天都要保持一个 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一个监督的态度 特别是拜登的团队 为什么说特别是拜登的团队 我们是要 金睁火眼 要看得很实 第一 很多人觉得 拜登现在是奥巴马第三任 他不是真的一个总统 他太弱 他后面是奥巴马 在后面扯 或者不是扯 也好 就是民主派的大佬 在后面扯着他 这个可能是克林顿 可能甚至是小布殊 小布殊就是共和党 但是他基本上 已经变成了民主党 他后面有很多人 在后面扯着他 另外就是左派的势力 特别是极左派的势力 包括哈里斯 哈里斯 很多人说 我们不要再叫他做何錦麗 因为我们不应该 给他一个中国名 我们应该叫他哈里斯 那我们就叫他哈里斯 哈里斯 他代表一个 比较极端的左派势力 他和共产党有天然的缘分 基本上来源很相似 所以他有天然的 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 这个和加拿大的杜鲁多 是一模一样的 反正一来到中国共产党 他们就是会让三步 很多东西以一种同情 以及一种理解的态度 去看中共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 再加上今次大选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很独裁的做法 你看看现在 今天就是20日 你看国会山里面 只见到是军人的 一些FBI还去查这些军人 美国以前从来 不会这样做的 自己是公职人员 查另外一堆公职人员 怀疑他们是支持川普的 是极端分子的 所以现在左派 再加上一种独裁的趋势 这一点是我们做媒体的 将来来说 是要很小心地去看这件事 是怎么发展 左派再加上独裁 所以我们对拜登的任命 那些人的做法 或者是拜登整个的方向 我们是应该保持一种 就是怀疑 然后再引证的这样的态度 另外就是大家都说了很多 就是拜登本身 和他的儿子本身 和中共的关系千丝万瘤 再加上就算布林顿 这个Anthony Blinken 这个后任的国务卿 他2017年只开了一间公司 是专门和中共做生意的 所以这些事情 我们没办法是假裁看不到 所以对他们是完全是一种 极小心 极谨慎 或者是极严厉的 这样的眼光去看他们 这样我们只可以明辨 什么是他们真的做到的 什么只是说的 你知道民主党说话是一流的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说话 第二擅长的就是开会 他们只是他说话的话 你真的不能只听 你一定要用事实来 看看他说的 是不是他做到的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就说回蓬佩奥 今天他也是卸任的国务卿 他说到就是 中共是对美国有生存的威胁 这个生存的威胁就是很大的 所以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他就希望拜登政府 严肃地对待中国共产党 但是这位Anthony Blinken 这位后任的国务卿 他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表示 他说美国应该在外交政策上 表现是很谦逊 我觉得这个很谦逊这句话 就被很多的媒体捉住了 很多的媒体就说 当然是比较保守派的媒体 他说你对中共谦逊 你想做羊 你是想做羊 羊是斗不过狼的 你要知道 就是蓬佩奥是一只鹰来的 如果我们说川普是一只狮子 蓬佩奥是一只美国鹰来的 一只鹰他就可以震着狼 但是如果你想自己甘心做羊的话 就很难了 所以很多的西人媒体 他们就捉住这句词 他说这个根本上就是奥巴马的延续 奥巴马以前就说过 美国不一定要做第一的 这个跟川普所说的 美国是一定要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 最强 最坚强的 是很多人的口盾 这个说法是很不一样的 奥巴马全球主义 所以他觉得自己融入全球就够了 但是这个跟川普的 他治国的理念就差很远了 这个后任的国务卿 他应该是昨天 就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因为有一个确认听证会 那些人要听他说些什么 同意拜登请他 他就说了一些说话 他说他基本上觉得 美国的外交政策 川普是对的 川普 特别是对华的政策 川普是对的 这个都觉得 都OK 他这样说法 但大家要知道 在这个参议院里面 就有起码有50个是共和党 共和党就是在盘问他 所以我觉得他说很多说话 他都要避重就轻 就是说他要过得多数的话 共和党员一定要有人都同意他 他说的说话 他只可以过到这个听证会 所以他的说话 大家就先听着 他也觉得蓬佩奥的定性新疆的事件 作出一个宣判 说中共是种族灭绝罪 他也是同意的 但是他说了他的说话 我便觉得他是说大话的 哦? 你指的是他说哪一方面呢? 他说就是 基本上就是 同意川普的政策 但是不同意川普 就是经常去诋毁自己的同盟 这个说话 其实就是非常大的大话 我想他心中所谓的同盟 在这里来说 他是专指加拿大的杜鲁多 或者德国的默克尔 或者法国的马克龙 就是这几个 就是这几个 川普是可以说是搞不定的 他们始终就是非常反川的 这个也是 就是川普自己 他当然在这么大的外交的事务上 他有他的决策 但是蓬佩奥也有很多的贡献 我相信蓬佩奥有很多的贡献 而实际的执行当然也是蓬佩奥 你看看蓬佩奥他在整个印太政策 就是在战略上是非常之生的 是非常之坚固的 川普本身的美墨加的自由贸易协� 曾经受到加拿大的极度的抵制 但是结果都通过了 通过了之后都加拿大都觉得是OK的 加拿大人完全都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协议 再加上就是中东 我们讲了很多 中东我们不讲了 製造了和平 另外就是 特别在这个亚太和印度建立的关系 和澳洲建立的关系 和日本建立的关系 是很坚实的 这些全部都是同盟国 这些全部都是同盟国 你不能说这些不是同盟国 所以我觉得 听他们这些人讲话要很小心 他的所谓的盟友其实只有三个 但是蓬佩奥的盟友是全级 甚至是东盟十国 马来西亚、印尼、廖国、柬埔寨、越南、菲律宾 这些 蓬佩奥和他们都建立了关系 按照路桥的解读 其实现在这个后任的国务卿 真是很难说的 又说外交要欠信 现在又说这个 对所谓的两三个的盟友 又这样又那样 想他按照川普的原计划行事 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算是蓬佩奥的计划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看来 如果按照如今这样看的话 你认为接下来这届政府 对台湾的态度会是怎样呢? 现在特别就要讲讲台湾 因为当然作为华人来说 我们关心台湾有什么政策 台湾他就说 他接受这个听证会盘问的时候 他就说 他确保台湾 就会维持自我防卫的能力 另外就是会协助台湾 加入不需要有国家地位的国际组织 这句话言下之意 就是联合国就不行了 其他的小小的地方 小小的国际组织就OK 我们会帮 但是联合国就不行了 因为联合国必须有国家的地位 而联合国是不承认台湾的 这个所谓的自我防卫的能力 其实就是延续一向以来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这个我觉得 这句话 可能在军售方面 都是有少少的走检的 军售方面 但绝对就不像川普在任期间 就是给这么多军备 卖这么多军备给台湾 所以我们觉得 他对台湾的政策 这个以前应该是拜登 或者哪一个说过 我不是很清楚 他说对台湾他们会是 亲台友中 就是亲台湾和中共友好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亲台友中 就一直都是 美国对台湾的那种 这样的政策 两头讨好 当然讨好最大头的是中共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 拜登他不会对台湾 有太多的新的东西 他基本上就是 最多最多 他就做到 川普现在做的东西 不过今次也有一件事 觉得比较例外的 就是台湾驻美代表 肖美琴 他今次是 获得拜登的邀请 参加了今次的就职典礼 这件事是美台断交以来 首次 以前来说是没有试过的 今次第一次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算是一个 比较好的迹象 但是台湾和美国 其实在川普的任期里面 说了很多东西 刚才说的军备一样 比如说 美国和台湾的自由贸易 这件事会不会有下文呢? 其实已经说了很久了 台湾已经是全部 准备好了 另外 就是 加入联合国 刚才说了 是没有可能的 如果照那个blinken 是没有可能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 蓬佩奥刚刚 就是豁免了所有的 美国给自己那种 对台湾的在外交上 礼儀上的那种约束 比如说 不让任何台湾驻美国代表 入国会 而这件事是2015年奥巴马自己定立的 所以当在听证会 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blinken就不肯答了 他就说 我回去想想先 我再细细研究一下先 我觉得表示 他很可能延续奥巴马对台湾的限制 譬如什么地方 不准挂国旗 商将园里面 不可以挂国旗 台湾的代表 不能够来国会之旅之旅 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这些东西我们都要 迟下 要看看 他怎样去推翻 川普的决定 也将会很有趣 我觉得将会很有趣 照理银先演绎这个 布林肯敢说 对台湾的认知 又或者是 他说 尽量叫台湾自己有防卫能力 那是否说来说去 如果是中共攻打台湾的话 美国就不出手呢 这其实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一点 我不知道议员有没有问到 我们也会拭目以待看看 究竟的情况是怎么发生 其实是陆桥刚才说的 同盟国 其中也包括了澳洲 印度 这些都是同盟国 那现在的情况如何 说到澳洲和印度 在整个台湾的安全里面 你不能够将印太战略 是排除在外的 在印度来说 布林肯都似乎是OK 他就说 他们承认印度有强大的潜力 双方可以深化合作 用深化合作的目的就是应对中国 中共 那他也是赞成 川普的印度太平洋的概念 他说到这里 就是印太战略 对这个拜登政府来说 可能都有吸引力 那对于这个澳洲来说 布林顿就没有说了 但反而澳洲的总理莫里森 他自己就说了 他说希望拜登上场之后 在对华政策上 继续力撑澳洲去反共 他说到出面了 所以我觉得 在这方面来说 我们还要观察 那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拜登在他这个国务院 设立了两个新的职位 除了这个国务卿之外 他设立了一个叫做白宫国安会 印太事务协调官 另外一个职位叫做中国事务高级主管 前者被一个叫Kurt Campbell的人出任 后者是女士 Laura Rosenberg出任 这两位人士 亦都是奥巴马时代的人 但是听说他们对华 是比较英派的 所以这些都是迹象 我们可以看看 再加上我现在说回香港 香港 我以前也说过 在人权方面 拜登应该都会出声 但至于他用什么方式 我们不清楚 但是人权方面 民主党数来都不会太论识 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 他们没有把中共当作敌人 他们始终觉得他是一个合作伙伴 或者顶多是有合作 又竞争的伙伴 我刚刚看到一篇文章 他说到 拜登很可能是把中共 作为一个合作伙伴 如果合作伙伴 就很差很差很差 如果你说竞争的伙伴 我都觉得还是勉强 但是这个和蓬佩奥认为 中共是美国的敌人 是差很远的 所以 所以一日拜登是有这些的 中共是某方面要和他继承 奥巴马的engagement 那个所谓的大家要 聊一下 要坐下来聊一下 大家你让一步 我让一步 要一日是采取奥巴马 那时代的政策 对香港是一跌用都没有 他可能还会延续少少 或者制裁几个官员 但现在已经制裁到 油权了 已经去到统战部的部长 再高一点是谁 他们够不够胆去 他可不可以去到这么高呢 他可不可以制裁到这么高呢 所以我觉得 就算制裁都没什么用 当然是 在心理上 对香港人来说 都觉得是好过没有 但是 如果你只能够做到这一步 没有办法有更多的 从那个root 那个根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是帮香港帮不了很多的 至于 川普曾经说过的 对香港的金融制裁 大家就更加不用想了 就是因为 华尔街在香港的利益实在太大 这个拜登又是 和华尔街是两兄弟来的 他们大家都是 就是有相同的目的 一个就是全球主义 大家都是 是声声相识 第二就是说 大家都是对钱看得很近的 而拜登又欠华尔街很多 在这个时候 他怎么会是 采取对香港的任何的金融措施 任何的金融的制裁 当然有些香港人觉得 哇 都松了口气 至少我们都不用说 香港想得那么快 这个也是一个想法 我非常尊重 香港人是这么想的 因为始终要在那里生活 所以 现在来说 我们看到的东西是很少的 不过我们觉得 都是要很紧密地去追踪的 特别是初期的100天 那100天 其实它就有的人事报告 所有的政策 都可以承认的了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每个人多说一句话 我们虽然媒体是中文 它们未必接触到我们 但是我们又发觉 我们中文媒体的很多的报道 我觉得是政府 美国政府 都在留意的 所以它都会知道 特别是对话政策 它会是 看看你们中文媒体 是说什么 所以我们能够尽多少力 我们一定会尽的 积极发声和尽力发声 都是我们作为媒体的一个责任 什么叫第四权呢 其实就是在这里 当然 把真实的资料 从西方方面 传回来 华人方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是两方面 互动的这个渠道 你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又未订阅的话 就点击右下边订阅的 顺便点击小铃铛 我们每一次有新的节目 都会通知你 这里是越讲越有你 拜拜